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2016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正式启动了 已经开始了 当然在去年11月29号的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空前挫败之后 国民党几乎已经 弥漫着一种的失败主义的气氛 整个社会好像也是这样 都觉得民进党必赢 那蔡英文已经是总统了 那国民党不用选了 不过距离现在大概 距离投票可能还有个八个月的时间 你已经要做预测了吗 我又不是第一次错 这没有关系 不过没关系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对 对 过去其实我的胜率很高 但是偶尔错过一次 我觉得国民党可能对于总统选举 跟立委选举的看法要调整一下 我个人认为 国民党总统选举的盛面很大 但是立委选举不要太乐观 好 当然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谈一份报纸 谈自由时报 我们好久 从来没有这样认真的谈过自由时报 这份报纸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会跟自由时报很直接相关 但重点是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过去可能都觉得国民党里面没有大人了 国民党甚至没有男人了 但是今天你看了新闻之后 你会发现国民党有大人 而且国民党有男人 为什么 来 我们交给婉军新星 这两天马英九跟朱立伦 对于两岸政策真的是火力全开 一方面要去捍卫九二共事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批评蔡英文 空话呼隆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蔡英文提出的两岸政策 维持现状之后 网友们这一段期间是怎么讨论的 这里面有33%质疑说 如何维持现状 这也是马英九所提出来的疑问 另外有26%在问蔡英文 你到底认不认九二共事 当然也有20%的人问说 到底什么是台湾共事 因为蔡英文在2012年的选举 主打的就是台湾共事 而13%则是要问蔡英文说 你要维持的是马英九所开创的现状吗 另外其实我们也要来看说 他们非常在乎的就是 空心菜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在意呢 因为从网络温度计里头 所做的调查发现到 蔡英文在网络上有很多的逆称 这里面的逆称当中 第一名是小英 这应该是支持者最喜欢的一个称呼 两万一千多个这样的声量 可是第二名紧追其后的 就是空心菜 理由就是论述空心 听不懂她的说话 那么第三种排名呢 叫做女版马英九 认为她跟马英九实在有太多雷同之处了 那八千八百多个声量 还有第四个逆称呢 当然这个是有的时候网友很喜欢做的一种做法 把她的名字的上半部整个给砍掉 那么这个呢有六千多个说法 那么五则天 自从五则天坐天的牵师出炉了之后呢 五则天的绰号也就开始呢 大幅度的成长 其他像十八英啦 小龙女啦 那也是她在网络上面常常出现的声量讨论 那么不过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 马英九跟朱立伦最近火力全开 那么要针对两岸政策 自己要说清楚 也要蔡英文 说清楚 我们就要来看 马英九跟朱立伦怎么说 如果说我们未来否认九二共识 它不存在 这个时候我很担心 两岸关系人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不能模糊 一定要很清楚地来面对 告诉大家 你要想维持现在的现状 你要用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要讲出来 你不讲出来就表示 你根本没有方法 你只是喊一个口号而已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或者是想要参选中华民国总统的候选人 不可以没有两岸政策 不可以用空话 维持现状就可以糊隆的 我必须要讲 必须的勇敢的面对下一个世代 难道要把台湾带回上一个对抗对立的一个世代吗 经过努力已经和解 已经和平 国民党已经要带向合作双赢的世代 难道民进党要把它带回对抗对立的世代吗 出发前回来后 我们早就已经理解 也能够预估 一定会有部分人 想要帮你戴帽子 抹红 断章取义 恶意扭取 各样的手段都来 你不觉得国民党今天竟然有大人有男人吗 我觉得今天马英九讲得也很凶 朱一伦昨天在中常会讲得更凶 今天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说就是这个feu 真的吗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邱毅 他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feu 就是第一 你要捍卫你自己的两岸政策 第二 你去质疑对手的两岸政策 所以这个自己的手跟对手的功 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人表现如何 很好啊 因为理直气壮嘛 因为理直嘛 所以马英九气壮了 朱立伦气也壮了 蔡英文在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两千年 刚上任 没有多久 他就讲了 未来一中 是台湾人民唯一的选择 到立法院 被执询 内政委员会被执询的时候 他一样这样说啊 那个时候你在立法院吗 我在立法院啊 OK 所以蔡英文后来在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 我们做朝野协商的时候 蔡英文也是口口声声这样讲啊 当时我是清兵党的副总召 蔡英文为了拉拢我 找跟陈明通副主委 请我在当时来来的二楼的安东厅 吃法国餐的时候 他也这样子说啊 未来一中啊 让我请问你 未来一中不是终极统一吗 那你骂人家什么呢 你那个时候是未来一中 那怎么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什么一中一台两国论呢 所以蔡英文的很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你理不执气就不壮嘛 所以他才不敢去被习近平骂成那个样子 羞辱成那个样子还很闹 一句都不敢坑 为什么 理不执气不壮嘛 今天你蔡英文去说要维持现状 我认为马英九从来没有讲得这么好过 马英九就点出重点了 你说你的现状是什么 如果这个现状就是马英九这七年来缔造的现状 那你一天到晚羞辱马英九 你一天到晚羞辱马英九 是什么意思 好 那如果你的现状不是马英九的现状 那你把你的现状说清楚嘛 那你的现状是什么呢 是那个台独神主牌吗 还是你的两国论呢 还是陈水扁揭竿起义的一边一国呢 一中一台呢 你就说清楚嘛 那你怎么维持那个现状 他也讲不清楚啊 九二共识需要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绕了半天 什么台湾共识没有人听得懂 不是美国人听不懂 我在台湾我也听不懂 他讲的什么叫做台湾共识啊 你扯了半天 讲的都是空话 所以朱立伦骂了也好啊 你不能用空话去呼嚨台湾人民啊 说你众内政亲两岸 我请问你 台湾的内政跟两岸有没有关系 当然关系密切嘛 那你今天你蔡英文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众内政亲两岸就想远回绕过 哪有那么简单 习近平画了红线 习近平都告诉你了 说你如果搞两国论的 搞一中一台的 不承认九二共识的 就没有和平 就没有发展 说实话啦 民进党里面那一堆人 照讲被习近平骂成这样 怎么一句都不坑 我等了好 一句话都不坑 我等很多天了你知道吗 到现在都还没有 还不坑声 对 怎么唾面自堪到如此之沉入 无法想象 我们等一下还会提一下 就是民进党很重要的两岸通 还会夹大陆自重说 现在大陆不喜欢国民党 现在大陆喜欢的是他们民进党 我的天啊 怎么会这样子夹大陆而自重 不过刚刚提到了 马英九跟朱立伦的重化回击 我认为其实跟这份民调 应该是有关系 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份民调 这个是四月二十九号 四月底 其实在朱立伦出访 这个中国大陆之前 所做的民调 这份民调里头有几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一一的来为大家剖析 第一个问题说 蔡英文参选中华民国总统 而且说要维持两岸现状 你觉得跟马总统的 不同不独不武 有无差别 其实认为有差别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但也不少了 认为没有差别的 有百分之四十六 那还有百分之十五点八的是说 不知道 我这边先请教一下小董 我觉得这一份民调 刺激到马英九 就是 而且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网络上面很多人在质疑说 你的维持现状 但你的现状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质疑这些东西 都给了马英九灵感说 你要先说清楚 你的维持现状是什么 你的维持现状 是我马英九缔造的现状 还是你未来可能要改变的现状 那朱立仁也就问说 或者是陈水扁时代的那个现状 两岸军机差距十五公尺的现状 那就是朱立仁问的说 会不会我们倒退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认为这是有刺激效果的 因为蔡英文 现在已经在跑他的总统行程 那现在他被挑战 一个是反商 然后他到处去解释他不反商 那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九二公司 到底有没有 那他一贯的立场也是讲没有 那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其实总统府攻击蔡英文 已经两个多礼拜了 包括马英九 OK 什么是现状如何维持 然后陈宇信几乎每天出来骂他 可是你总统府发言人 不能代表啊不够 所以马英九今天就不够了 马英九就以为是陈宇信 以为是马英九嘛 就互相 然后现在加上朱立仁 为什么呢 因为朱立仁要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前面已经开始被抹红了嘛 所以那时候把这个东西 拿出来讲清楚 那民进党是侠李登辉黄坤辉 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来执重 那偏偏这些当事人 他也不是失去记忆啦 他们的脸皮本来就是这种人 大家不要讲说 他们李登辉是不是记忆 失去记忆 没有不是 就是这种脸皮的人啦 那他不承认他过去所作所为 没关系 民进党是准备要执政的政党 怎么可以这样选择说 我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刚邱毅引述蔡英文讲的益中的话 是啊 当然民进党本来就是 就是这种态度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国民党 因为九合一选举以后 大家士气低迷 低迷到什么地步 就是除了湘龙所讲的总统一定输 立委都可能都不过半 有几个立委跟我讲一定够半 我说你不要自己半夜吹口哨 其实心里怕的要死 如果朱立伦出来选总统 国民党有可能够半 朱立伦不出来选总统 新北市都死掉一大半了 你这样在喊话 你在威胁他 没有没有 我讲的是实情 因为我碰到好几个新北市的立委 现任的立委 说如果朱立伦不出来 他们大概就死定了 你知道吗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种悲观气愤 这么存在的话 你要有人出来打气 杨志良也要出来打气 洪秀柱也出来打气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说 我非选总统 但他觉得这种士气低迷 怎么打仗 那马杨九也看到了这一部分 所以你看马杨九 朱立伦他们现在态度很强硬 为什么 南京的支持者太焦虑了 焦虑到什么 你看到蔡英文到处啪啪噪 然后到处不管 你对他评价是什么 结果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还搞不定 到底是谁 然后每天记者就问王金平 问朱立伦 你到底选不写 要不要领表 每天都在讲那些 每天新闻是一模一样 没有进度 那你支持者会很焦虑啊 会很烦啊 可是他就会慢慢灵迹 会回来 就会去关心 包括我们节目 他就很关心啊 那包括朱立伦的动向 他很关心啊 包括马杨九 现在还有怎么样 胜余价值 他也很关心啊 那我觉得说马杨九 有这个态度 当然是大家看到他罕见的强硬 为什么 因为当年九二公司 所有李登辉 黄坤辉这些人弄 这些东西都是他整理出来的嘛 当年他是陆委会的首席副主委嘛 对 所以这些东西 完全是他整理出来 那黄坤辉当年是什么 黄坤辉是 李登辉派去那边的 你知道黄坤辉在陆委会 主委都丢脸 你知道吗 他连中共有几个金器 他当陆委会主委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那前台湾最大笑话后来他里面有个处长 看不下去出来写文章说 哪有 他当然不会像柯文哲说你脑袋装什么啦 但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副主委 这样的组委 或者是这样的组委黄坤辉 大家看得真的很气嘛 所以我说今天马上就出来 他只是把我们这二十几年来 大家做的努力 包括顾翠鲁先生 包括连战 包括他自己 这一关的东西 做一个更加的强调 那今天这个强调就是什么 这个就叫做现状 你们要维持的就是 我现在讲的这个现状 刚刚讲的是维持现状 现在要特别提的就是九二共识 我刚刚讲那一份民调 这份民调是叫做 台湾指标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 那这份民调 其实就是每一次做调查 然后都说马英九 马英九很低的这个 因为这份民调 大家不用去怀疑 我说不用怀疑他 当然我不是说民调百分之百 对 而是你不用考虑他的机构效应 对 如果今天许多的深绿的朋友说 马英九只有九趴 九趴是谁做的 就是这家公司做的 可是这家公司呢 他做的这个民调当中呢 当他回到九二共识 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意思了 他说两岸各自主张代表一中 主权重叠不承认 有无必要维持九二共识的基础 结果 因为这就是一中各表 当你把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讲清楚了之后 认为有必要的 高达百分之四十六点九 认为没有必要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点三 不知道的是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我觉得这份民调也给了马英九 跟朱立伦有很大的信心 把九二共识说清楚 讲明白 志贤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民调其实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一直在告诉国民党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立场 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主张跟论述告诉我们 也把一些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 其实九二共识 为什么讲说九二共识是这么重要 因为不是说九二共识是习近平讲的 九二共识是发生在1992年两岸 经过动员开战打了内战以后 到最后说我们不要打了好不好 最后我们协调出来一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是两岸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是合于我们宪法的 这个宪法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他征修条文 这个宪法里面 征修条文前面叫做什么 因应国家统一权之需要 什么意思 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统一的 我们要统一 但我们现在没有统一 那没有统一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把宪法的一些条文 弄来一下说 让我们彼此可以好好的和平下去 不要打仗 因为什么时候统一不知道 对 那未来那你的条件跟我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因为宪法改了 李登辉跟蔡英文就弄了一个两 就是其实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我们叫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不是真的 真正的原来的文字是叫做 那个法案就叫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才用这个法案 我们将来后来跟两岸的相处 还有我们签EGFA签福帽 全部都是有宪法的依据 有法律的依据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是合法的 所以马英九曾经有一次讲说 我们一国两区 结果他就被绿的骂成说 你是区长 对不起 宪法李登辉的宪法下面 就是一国两区 那刚刚讲说 其实李登辉他讲什么呢 这个是 1996年李登辉就任演说 不可能采行台独的路线 李登辉总统就职演说 追求国家统一为目标 也是事实 就是基于这个宪法 基于法律 基于所有的一切这样 所以李登辉跟蔡英文 当时他们是这样做 可是这个事情发生没多久 李登辉就用国安密账 偷偷搞了蔡英文跟张荣峰 弄了一笔钱 开始弄两国论 其实当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九二共识 刚刚提到说 要先从合乎宪法开始 今天马英九很凶狠 一口气就列出了四个文件 你李登辉不承认说 有九二共识 对不对 好 我告诉你 你自己签的文件在这边 那你陈水扁不承认 有九二共识 对不对 我把你的话也揭入在这边 你蔡英文不承认有九二共识 对不对 我把你在立法院说的话 也揭露出来 所以小董 他今天把四个文件 通通揭露出来 这九二共识 你们三个人都承认过的 他九二共识的四大文献 就在这边 第一个当然就是国统会 对 就是刚刚那个 那第二个呢 海基会在十一月三号 曾经计划 一九九二年 对 然后表示经过主管机关同意 提出关于一个中国韩例 以口头方式各自表达 这个其实就是那时候大家看到的 九二共识的 最重要的书面 而且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段历史代表什么 就是现在就一个中国大家都承认 但是呢 各自内涵意义不同 这一段话是我们先提出来的 台湾提出来了之后 提到了海协会之后呢 隔了两个星期他才回函说我们同意 因为他们内部尊重 他博欲很久 对 讨论很久 然后研究很久 所以我们不是被中共逼得去讲这段话 刚好是我们逼他们讲出来的 对 好 然后第三点就是美国亚洲巨金会 在阿扁当总统以后 问他九二共识的问题 阿扁那时候当总统 他说新政努愿意接受海基会 海协会会谈的共识 那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对 这是阿扁讲的话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蔡英文 那时候的陆委会主委 他到立法院搭行 他说得更清楚 他说我们的立长就是 各自表述一个中国 所以马航九今天用这么强烈的 因为他一定很纳闷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讲的话不算数 那他把这东西整理 因为他对这东西太熟悉了 那我觉得说国民党现在要士气 马航九觉得说九合一他负最大责任 他主席也下牌了 但是他现在要让他的 南京的士气再起来的话 在这个时候被人家抹红抹成这样 过去马航九被抹红 自己都没什么生气 今天有人抹黑朱立伦 马航九是非常生气就拿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火力十足 不过你讲说讲话不算话 这个大家都已经要习惯了嘛 蔡英文 我今天很惊讶耶 陆委会的年报里头 在两千年 那时候陆委会主委就是他咯 他们自己列的那个年报里头 就提到蔡英文曾经讲过 未来一中啊 造星 是啊 其实这个东西 马航九总统今天讲的 不仅是坑枪有力 而且是礼慈气壮 所谓维持现状 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现状 蔡英文都没有讲 如果这个现状是马航九的现状 那你为什么说他轻忠卖台 如果他不是马航九的现状的话 那是不是七年前的现状 那这个东西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大家对蔡英文的质疑 不仅仅是你的这个政策 是很模糊的 甚至是非常反复的 怎么样反复 就像刚刚凤英介讲的 这个在这个八十九年的 陆委会年报里面就有提到 等一下 如果是陆委会的年报的话 那意味着是 这等于是官方文件啊 那而且是蔡英文自己筛选出来的 没错 没错没错 他上面解到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在出席立法院 国会助理大陆政策延席 林寺指出 基于文化与经济的接近性 台湾人民未来前途 只有一种选项 就是与中国大陆建构一个 有意义的政治关系 一个在未来五到十年里面 共融共存的体系 简化的说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 这个东西就是他很明显的讲说 你其实未来也是走向一个中国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 可是你现在呢 你现在做了什么 现在尤其不仅仅是这个蔡英文 甚至是他的这个好朋友自由时报 在诸席会之前 就从四月二十八号开始 就已经在铺一个 就像刚刚董哥讲的一个抹红的动作 所以我们对蔡英文现实 维持现状的判断 请中不是台海和平 唯一的路 然后又说是中华民国台湾区 我看不起中华民国卖国贼 他天天都在抹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维持现状 所以有的明明去了 也不过就是全而共事 一中各表这些东西 那你今天告诉我说你要抹红他 那你的九二公司如何 叫大家可以相信 尤其是大家其实要注意到 今天其实早上 有一位AIT的新处长来就任 对 他其实 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历来以为 国务院里面 层级最高的AIT处长 对 这表示说 其实美国对于蔡英文 他是不是能够让两岸关系 到底是继续稳定下去 还是从稳定到不稳定 是非常重视的 派个人来听清楚一点 没有错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 真的是要非常审慎 而且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赵新刚刚讲的那个 其实有一句话 经常大家被忽略掉 蔡英文除了在当时 揭露委会主委 他谈到 就是说未来的一个中国之外 前面那句很重要 他设计的是有时间性的 五到十年 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五到十年 那比终极统一不是更可怕 更可怕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都只看到未来的一个中国 蔡英文在当时讲的是 五到十年建立一个两岸 稳定可靠的政治关系 因为那是国家总统府 国家统一纲领里面 李登辉制定的 这是有法律效率的 他们现在的说法都说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 过去的话 他们通通都不认这样子 可是我们刚刚其实从民调里头 你会发现到说 蔡英文说维持现状 民众也许会怀疑说 这好像跟马英九差不多 到了要不要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 就已经明显看到 希望存在九二共识的人 远比不要他存在的人 要来得多 但这个民调就更重要了 这是第三个问题 同样的一份民调机构 同样在四月底 做出来的民调的数字 他说不论哪个党执政 遵守宪法 就是维持两岸现状 你同意或是不同意 同意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五 不同意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八 所以马英九跟朱立伦 要这么样子的大声的说出来 其实是有民意基础 在背后支持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总统 可是你刚刚说没有九二共识 总统 那个你刚刚说没有九二共识 我看有没有 我看有没有 你再讲台湾就没了 这位是谁 这位是谁 总统 你昨天说再讲台湾就没了 你看到是马英九 对 当九二共识其实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我心有所感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私下跟一些国民党的高层讲 就是说 以一个执政党来讲 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 在自己主张的政治路线上面 得到对方完全的接纳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政治胜利 所以你觉得蔡英文 当她讲说她要维持现状的时候 国民党就应该乘胜追击的说 那你要维持我所创造出来的现状 你至少要口头承认吧 因为你要知道 大家会觉得说 大陆也说九二共识错了 你回头去看 不管过去的江泽民 或者是胡锦涛的时代 你有没有听过他公开对的镜头 讲过九二共识 过去的九二共识都是关门讲 开门不讲 对 第二个对外讲 对内他绝对不讲 对 但是现在开始 中国大陆是开门讲关门讲 同时对外讲 对内的文宣也都讲 对 这是一个多了不起的突破 结果国民党都没有把握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宪法当中 你说宪法当中就是说 因应国家未来 有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那还是要统一啊 我举个例子 现在男女交往常常讲 就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为前提的交往 那请问你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最后不结婚 难道是不可能吗 当然可能啊 我不赞成用男女关系来比喻 因为女人的青春有限 可是一个国家的寿命是无限 所以我们可以无限期的维持这样的关系 那慢等吧 没错 不过呢 这里面呢 其实如果说 蔡英文也好 或者民进党也好 他们真心认为 九二共识 是民众不能接受的 那你就好好的来挑战九二共识 你为什么要用扭曲 断章取义的方式 来评论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朱立伦 他其实当着习近平的面 当着习近平面 他的九二共识 他说双方达成两岸同属一中 这中间我们贴了白纸 因为这个白纸呢 你上面这个是他的用的标题 自由时报的标题 而且这一个 明确的自由讲这句话没有错 他有说 然后呢 他们中间这一句话 被他们省掉了之后 就直接跳到九二共识 实际上面他这一句话呢 是完整的话是说 但内含意义有所不同 而且他话讲得很快 他没有中间没有顿号 你知道吗 朱立伦讲话的时候 就直接讲说 双方达成两岸同属一中 但内含意义有所不同的 那这不就是刚刚的 国统会文件当中一模一样 可是自由时报 就会把这一句话给遮起来 然后民进党的批评 也把这一句话给遮起来 我在想说 如果你对于民众不接受九二共识 是这么的有信心的话 你干嘛要断章取语 故意遮掩一段话呢 不 这就是 这民讲 例如像自由时报 类似这样的做法 他也把自己 到大陆去投资房地产 炒地皮 赚人民币 在台湾享受 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 这一段也抹掉啊 他不是也一样吗 那谈到很多无良的学者 无耻的学者 像是同政员 不是也一样吗 他就是帮柯文哲两岸小组 去造极的最关键的灵魂人物 他不是也叫柯文哲讲 一中没有问题 一中没有问题 然后抱住习近平的大腿 当然抱不住了 他还假传圣旨 还假传圣旨 然后说 大陆已经放弃国民党了 大陆现在要民进党了 要让利给民进党了 这句话就跟蔡英文前一阵子说的 她说只要民进党够强大 只要民进党能取得执政权 大陆也会对民进党低头的 也会接受民进党的政策的 这句话叫做狗屎话 还好说习近平不虚伪 直接给你画了红线 讲清楚 而且直接点你 你这种不承论九二共事的 你这种搞一中一台的 一变一国的 你就没有和平 就没有发展 如果习近平讲话扭扭捏捏的 闪闪躲躲的 暧昧不明的 就被呼隆过去了 所以你今天像同政员这样的人 有没有很多啊 民进党一退人到大陆吃喝玩乐 到大陆猛捞人民币 回到台湾假惺惺的 装成一副多么爱台湾的样子 我告诉你 这些人不是一样把一段话抹掉吗 把自己在大陆的丑形抹掉吗 还有在大陆去找女人 被公安抓到的 回到台湾一样也是装的 人模人样 道貌黯然在电视台里面公开评论 想得益胜言辞 跟蔡英文关系非常好的 真的吗 一位看起来很斯文的 教授级的人物 一样啊 就是这些民进党这批人的嘴脸 就是如此啊 我们其实都知道说在这边 我们不可能要去抱大陆的大腿 我们必须要维持一个 同等对等的一个两岸关系 那同政员这句话 不是明显在抱大陆的大腿吗 就说你不喜欢国民党 你现在喜欢的是我们民进党 这句话如果是国民党说得出来 那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共青讲的这个其实是一种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过去我们很少把它讲过 很恶心欸 就是你已经很很长时间了 台湾的特定的媒体 谈话性节目这么多 以及在野党 现在的民进党 其实普遍都有这种味道 就是如果看到北京 看到共产党修理国民党 或者国民党要求的东西要不到 他不但不会替台湾有那种愤慨的感觉 相反的会很高兴 会说你看国民党 连共产党都打你脸 这不是很怪的调子吗 对啊 同政员 你就把他当童言如计 或者童话短路 童言如计 但是你看喔 他们这批人就是 陈乌刚刚襄荣所讲的 他的确是这个心态 那过去喔 民进党的这些学者 就是亲历的这些学者去那边 真的是绕了非常多数 刚邱毅讲的那个去嫖气 那个我还认识 讲的 有时候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很暗言 就是说他怎么那么大胆 就是说一个学者型的 亲近蔡英文的人去大陆嫖气 被人家抓到 那很丢脸 但是他在所有节目里面侃侃而谈 那童政员呢 童政员老实讲 他在立营的这一块 他其实分量是没那么重的 虽然他刚过陆委的副主委 那他就是这几年 又一直挺蔡英文 然后有时候又装作亲历的学者 貌似中立 所以中共对他不错 希望说能够说服你们这些比较理性 可是你的那种两面手法 马上被看穿 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这半年来他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模糊空间 过去他也很客气 不会去点名说 谁谁谁就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都是点名说 那个人就叫童政员 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态度已经不一样 反而不给他们空间了 不给你空间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立营的学者都恶心 很多亲历的商人都恶心 你到大陆来拿了很多好处 然后回去 就开始自己编了很多话 塞到大陆的嘴巴 以为他不会出来否认 以为他不会出来否认 你不否认 他就赚到了 你看 那很多在那边赚钱的台商 赚了以后 然后回来又另外一副面貌 现在大陆也不给这个 所以董哥你刚刚其实提到的是 童政员这个事件当中的 第二个问题 就他认为他自己是大陆通 可是这件事情 他的评论就明显的 大陆就告诉你说 你不是大陆通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以我个人对于就是说 两岸的这种的政治互动 一些了解 其实2016年的选举 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你就做个很简单的选择 你要活在2015年的今天 还是要活在2008年以前 的那种的感觉 大概就这样的决定 所以都是某种程度的现状 是2007年的现状 还是2015年的现状 北京在同政员这件事情 上面的反应就是告诉你 九二共识没有什么 模糊妥协的空间 你不用想太多 再加上就最近 我觉得 每年社的事情 对美联社的事件 我们刚刚讲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在美联社的事情上面 除了刚刚断章取义 朱立伦的这个讲话 然后朱立伦大打火之外 在美联社的新闻上面 大做文章打死不退 我们先来看美联社的报道 你看美联社的发言 其实这一篇是 现在独派人士很喜欢 引用的一篇报道 他被美联社打了 对啊 这个是朱席会的时候 美联社有一位记者 他是记者 一位记者 他说朱立伦也重申 他的政党支持与中国大陆终极统一 这是中国坚持严格坚持的一个立场 好 这一句话 追人非常火大 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句话 他们去韩抗议了之后 美联社修改了这篇报道 他的内容 改成说朱立伦也重申 他的政党支持一九九二年 中国与台湾谈判人士达成的共识 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 九二共识 但是他自己说 该共识被北京 诠释为终极统一的一种承诺 好 这是这个记者 他自己的一个诠释 但是呢 把朱立伦讲终极统一 改成朱立伦承认的是九二共识 我想这两段话应该差距很大吧 很大 但是自由时报 他就打也不退 就是呢 一定要在这个案子当中 不断不断地讲美联社啊 说报导啊 然后他不撤啊 然后呢 而且外媒啊 说什么这个终极统一的修正之后呢 不撤稿啊 然后美联社虽然撤朱立伦的终极统一的新闻 可是雅虎就不撤啊 就一直报导这个新闻 那我很好奇的是 外国媒体这么多 也有人在报导朱席会的时候 是正面的啊 其实我们的工作 那特别是我自己会非常注意就是说国际舆论的这一块 那国际舆论回头看台湾 其实它有它的很高的准确度 那比我们自己在那边喷口水 尤其看台湾境内的三明治的媒体 我老实说你宁可看境外的媒体 尤其呢可沉淀个几天之后再回头看 那件事情到底该怎么看 大概就比较准确 那最近到美联社因为那是一个记者的报导 那之后呢他认为可能确实有问题 所以他做了修正 修正 修正之后我认为OK 大概就跟朱立伦的原因呢差距不大 不过最近的媒体在谈到 就是说有关于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我简单列几个 都是大媒体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呢大陆对台政策失灵 朱席会呢也难晚 那国民党颓势 台湾呢反核不切实际 这个很有意思哦 接下去民进党的第二块的省主牌 也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连华盛顿邮报都在点名台湾的反核 大有问题 再来英国的BBC是说 两岸的政治信任度仍然偏低 这OK 德国之声说 两岸政治统一前景 不被台湾人民看好 朱立伦是大陆的最佳选择 这是他们的他们的报导 富比士说大陆国家主席 台湾的执政党 他们的新议程 就他们谈的内容了 包括亚投行啊等等 华尔街日报说 两岸经贸的更紧密的结合了 民进党2016执政 两岸恐怕再次陷入僵局 这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唯一 在亚洲有发行特别版的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 那纽约时报说 朱立伦朱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至于呢 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亚洲事务的资深组人贝德 贝德讲话很有代表性 他说 蔡英文需要展示 他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 这句话呢 其实是个惊叹号 那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博瑞泽 美国向来欢迎两岸对话 所以有这么多的外国媒体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他前面错误的报道 然后呢 后面修改过了 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引用 错误的报道 可是对于可能影响力更大的 纽约时报呢 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他这里面讲朱立伦扩大影响力 然后这里面讲说 蔡英文当选的话 两岸之间可能会停滞僵持 他就完全不报道 不过呢 这个在之前 其实在台中发生了一起公安事故 造成了四个人的死亡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现在呢 我们要好好的追一追这个案子 因为非常让人忧心的地方是 会不会台北捷运局局长 因为他以前跟远东集团的关系 要刻意地淡化远东集团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责任 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 已经过世的公投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可以很诚实地跟大家说 我们不会只盯着每天的报纸 念报纸给你听而已 所有的重大的议题 我们都希望能够追根究底 其实每天只有一小时 你还记得终结那起意外吗 那起意外其实最原始的 之所以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 其实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很简单 赶工 因为你把工期说得非常非常的短 要以过去呢 我们看到的木炸捷运 八倍的速度去做终结 当然出意外 但这个事件呢 因为在当时被柯文哲救了 柯文哲那种大巨蛋等等新闻 很快的盖过去了 之后呢 没有人再谈到台中的这起意外事件的追究 一直到最近 我们发现周理良的报告里头 似乎呢 特别的在保护 或者想要闪躲某一些的 关键的承包业主的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这个周理良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 宛君欣欣 台中市呢 所发生的终结的公安事故呢 造成了四个人的死亡 四个家庭的破碎 可是呢 一般民众呢 还有新闻呢 关注的时间呢 并不是非常的长 但我们持续的希望能够跟大家 关注终结的公安事故 而最近呢 传出来的最新消息是 台北市捷运局局长 可能是因为维护他老东家的关系 会不会把整个的责任事故 全部都推给了在施工 而且也在施工过程当中呢 过市的公投呢 这也是我们要持续追踪的 或终结公安事故 到底后续的讨论 网友的焦点在哪里 第一 到底责任归属是北捷 还是台中市 第二 大家关心的是 是不是林嘉隆谢泽 这两件事情 责任的归属 责任的真相 大家还是非常的关心 当然也有人关心 劳工检查权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一次的劳检 应该是属于中央的 那么另外呢 赔赏事宜 以及最近刚刚冒出来的话题 就是远洋周理良 那么跟远洋之间的关系 成为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来看周理良 他的争议事件部 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 出任高捷局长 然后之后呢 虽然杂音自起 可是谢长廷 人就力挺到底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张照片 非常传神的看出 谢长廷 与周理良之间的关系 后来因为高捷发生了事故 所以呢 他辞职 而且呢 他因为转任高捷公司顾问 曾经一度受到了 这个违反旋转门的条款 而被起诉 当然他最后是被判无罪的 那么后来呢 又爆出来说 他或厂商招待出国 而且收受判病慰问金20万元 还收受了高捷60万元的研究费 当时被民进党开除党籍 可是呢 后来这个案子还是被判无罪 但是认定他是有拿到钱的 他事后呢 转到了远东旗下的远阳营造 担任首席工程顾问 这一次终结事故报告当中 他完全没有提到远阳的责任 到底怎么一回事 来 湘龙 好 这是这期呢 一周刊的报导 当然并不是有一周刊 我们才在关心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注意这件事情 后续的发展 我请问赵新 这个事件在台中之后呢 几乎就传过水无痕 比气暴更不堪 但是到底这个事件 在台中当地是怎么看的 其实当地的台中乡亲 就是非常的清楚 这明明就是因为赶工 那即使是这样 但是这个北捷 他在报告里面说 其实没有赶工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 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出蹊跷 请各位看 这个报告里面 台北市政府捷运局的报告 这里面说什么 这边说本府 103年度 对于全年捷运绿线公司的机查 25次在103年 换言之就是林家总市长 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查他们有没有在日间进行吊装 因为如果你没有赶工的话 基本上你是要按规定 在晚上吊装的 103年查 二十五次一次都没有查到 等于一个月查两次 没错 但是你104年到目前为止 查了五次 你就查到有三次 是在日间进行工程 104年是什么 就是林家龙市长上任之后 他找到这样子 所以去年一整年 二十五次都在夜间施工 对啊 因为胡市长他没有赶工 就今年林家龙上台了之后 五次就有三次日间施工 很多远洋说我施工的这个态度 应该是一致的 为什么会在104年跟103年 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因为换了市长 显然不一致 显然他有接到要求 赶工的要求 那现在台中市政府 虽然撇清了 结果可是呢 最恶劣的是什么 周理良竟然在这样子的一个 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远洋建设他应该要负责任了 因为现在才发现说 原来他以前曾经担任高级顾问 而且台中市政府派谁跟他对口 派003 003是谁 003是以前他是交通部长的时候 长官了 交通次长是周理良 是他的长官 而且他们之前有说过 他们是三十年的好朋友 大家记得我们以前 讨论高铁的时候 那时候航发会 在两天之内 连续开两次董事会 要是违法的来投资高铁 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时候在国内的是周理良 003在国外 两个人合立法 就是他们两人合作 做出来的结果 所以他们已经很好配合这件事情了 那你现在派一个 一个过去的交情这么好 而且记录上面有问题的人 两个人来对口 这不是勤鬼开药单吗 所以柯P真的要小心 真的 相距离我都要 如果邱毅真的 我必须说 我看了周理良的那个报告 台北市捡议局的那个报告 他第一呢 台北市政府是没有责任的 第二台中市政府是没有责任的 第三 他也没有检讨远洋的责任 然后唯一有责任的 变成执行吊庄的那个 工人的那个责任 你不会觉得很过分吗 我们这个调出最经典的这个画面 这个人就是谢长廷 那就是他一手提拔的周理良 是用这样的贵姿 然后再跟谢长廷报告 很恶心耶 你觉得很恶心 我们觉得很熟悉 因为周理良一向对他的组织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谢长廷当时会把高雄的捷运 捷运局长这个位置肥缺 为什么会给周理良 为什么他担任捷运局的局长 有人会送六十万的顾问费 送二十万的慰问金 是被查到的哦 没有被查到的还有多少不知道哦 生病送二十万的慰问金都没有事 没事啊 因为当时检察官本来用贪污罪起诉他 如果检察官用徒利罪起诉他 就会成立 但是用贪污罪找不到对价 周理良在后来高劫必然爆发 不是被开出党籍没关错了吗 后来都有一阵到日本去交书 对不对 我请问周理良 你到日本去交书 当时你的零用金和生活费 是不是徐旭东帮你负担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刚刚邱宇所讲的 其实都是白子黑子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很重视台中大家都知道 我也提醒台中的市长林佳龙 你们四条人命 四条人命的报告这样做出来 当然报告对你有利 台中市政府没事 台北市政府没事 连主要的包商远洋没事 是你们死掉的那四条人命 包括公投在内活该吗 周易 大家谈个周理良 我让大家回应一下 周理良的六十万 当时收的六十万 谁给他的 陈敏贤 大家记得吧 东南水宁的董事长 就是跟陈浙兰到韩国冀州岛 在赌场赌博的双城里面的一城 另外还有二十万的慰问金 结果到了法院 起诉到了法院 变成无罪 后来从日本回来以后 就去做徐旭东旗下的首席工程顾问 可是地方法院的判决里头 是证明说他真的有收钱了 没关系 是的 我